苏大白本是商人之子 自幼习武 父亲却在清军和长矛混战时被杀 为了自保 他散尽家财 和齐管家在乡里召集上千人的队伍 号称顺天军占据了洞庭湖一带 在听闻将军有义营人马 在曾国权的率领下 向着齐所盘踞的山头开来时 苏大白决定亲率一千二百人 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 咸丰三年八月十号 湘军和义军在洞庭湖附近遭遇 随即 苏大白命令一百余骑兵 向湘军发起视探性攻击 而曾继则主动向齐叔父提出作战要求 过准后 曾继则便率自己训练的一百八十名火枪手 六门小炮 迎击敌军 小炮带敌方进入五百米后发挥威力 火枪手则在敌方进入二百米时开始射击 小炮带敌方进入五百米后发挥威力 几车射击后 竟然打死打伤对面六十余起 敌方碎会 不久 苏大白命令一千人发起冲锋 此时 湘军已经命好阵等待来办力 一时间 一时间一军遭到湘军远程火力的猛烈打击 中文字幕后发挥威力的猛烈打击 中文字幕后发挥威力的猛烈打击 在冲到湘军阵前时 勇气已经丧尸殆尽 不久便被盖 增国权抓住此凉机 命令全军出击 扩大战 此地斩杀异军三百余人 其中增继则率领了火枪队 杀死了一百五十人 抓住六百余火 其余三百余军逃到山战 以曾惊弓攻击 就在增国权要下令完全歼灭这股弊军时 增继则表示 他愿意劝降这股叛军 虽然曾国权不同意曾继则亲自犯险 但在曾继则再三请求下 还是同意了 十一日 曾继则率领几个亲信进入了山寨 不久见到苏大白 曾继则表示 苏大白随割据一方 但并不干伤天害理之事 从此也是无可耐达 现在长矛作乱 正是大战口建功立业之时 在曾继则再三保证 其不会伤害其地许后 苏大白便率残不投降 此次战役曾继则 在战斗和外交方面 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 深得曾国权的赞赏 不久 曾继则便升为营长 并收编异军中的忠勇之事 则自营就此成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问